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去基层 造福一方百姓 为家乡做贡献 这是他的梦想 是他的初心 是清华家国天下的情怀给他打上的烙印 宋云天认为 活着就要去做有意义的工作 党员就要和群众站在一起 为他们服务 和他们并肩战斗 这是一个理科生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碰上赤裸现实 疼痛在所难免 比如有人会误会他是想捞政治资本 本来是有理想的人 你要去诋毁他嘲笑他 他本身就什么都没 得到 就想得到一点认可 结果还被这样对 他会比较伤心吗 笑着说这些话的宋云天 让人感到心疼 但是看到理想之光被打压的心疼 好在 父母和女友虽然希望他留校 但还是表示会尊重他的选择 爸爸说 尊重你的选择 回来就回来 自己拿主意 没有说 我不是你 没办法替你做决定 最终 宋云天决定听从自己的内心 回家乡基层工作 02 蔡征 一名85后旅美学者 曾获得NASA Fellowship基金知识 探索宇宙的起源与演化 早年 为了攻读国际一流的天文学科 蔡征在本科毕业后选择出国深造 在出国求学前 他就知道 自己一定会回国 用知识报效祖国 2019年 32岁的蔡征决定回国 在清华大学任教 家人希望他在国外坐到顶尖再回来 但他却想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祖国 现在还是想做事 能做事的一个年龄 回来做点事 对于拿到回国的单程票 他的激动异于言表 作为一名天文工作者 蔡征想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发起了望远镜项目 并一直推进此事 他希望中国能有一台领先世界的宽市场光谱 寻天望远镜 让中国的天文研究不再受制于人 一旦最新一代光谱 寻天望远镜建成 可能触发人类对宇宙的全新认知 推进一件没有先例的事 难度可想而知 这么大的项目谁来负责 资金谁来出 镜面的先进性和自主性如何两全 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即使困难重重 蔡征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他说 我只是希望成为一个 把自己的时间贡献在有意义的事情上的人 宋云天离开清华 是为了那份家国天下的情怀 蔡征来到清华 同样是为了这份家国天下的情怀 如宋云天和蔡征外 大学还讲述了大一新生 延运周和年过八旬的老院士 钱亦的故事 从高考到进清华 延运周对未来怀揣满腔热血 即使到了荣修的年龄 钱亦依然选择功耕于三尺讲台 即使年过八旬 钱亦依然坚持站着授课 课堂上不用麦克风 纵观这四名清华人 他们虽然身处人生的不同阶段 但他们的身上都有一股少年气 一颗爱国赤子星 03大学摒弃了第三人称的旁白 用普通人的不凡故事和生动的生活细节 引发着我们的共情 他讲的是大学 是大学精神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 字幕作词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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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